好 我们继续聊第二个话题 中国车抢占东南亚 日本德国车不行了吗 这次我们很开心请到老朋友依然 我看你前段时间去东南亚考察了一圈中国车企 包括比亚迪长城什么的 要不要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东南亚那边的车市情况如何 泰国它是东南亚的最大的 最有代表性的市场和汽车工业 工业的角度它应该是最大的 市场它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最大的 印尼要比它大一点点 但它依然是最有代表性和市场价值 总体是最大的 因为印尼比较穷 它内国家的车比较便宜 东南亚这个地方 第一个跟中国的巨大的差异 就是它的多样性太大 数学上叫方差对吧 你看咱们这儿 沈阳和三亚的人买车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从来没听说过有些车 就在三亚卖特好 在沈阳卖不动 沈阳卖得好 三亚卖不动 这事基本不存在 海南不是东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对他们从文化上也相亲相爱 车的使用上也是没有太大差别 油车时代肯定是这样 电车时代会有点区别吧 可能海南因为政府政策 它可能会先引导到电动车消费 东北会跟进的晚一点 但是我相信20年后 他们开的都是类似的电车 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国家的 各方面的政策是一致的 教育是一致的 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路宽是一致的 停车位的国标都是一致的 跟这些因素有关 东南亚就是形成了 它内部的这些国家产业巨大 我这次没来得及去太多国家 去了三趟泰国 加在一起超过可能快一个月 我去印尼也去了好几天 我的直观感觉就是 印尼跟泰国 他们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市场 我听当地懂车的人跟我讲 你像越南 你像马来 你像新加坡 东南亚不同国家 包括柬埔寨 都跟泰国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今儿节目 要不我主讲泰国 我没有办法一次讲 东南亚的十个国家 太难 而且我并不是去了很久 如果你具体说泰国 这个国家的第一大特点 我觉得是皮卡多 这国家大概每年的销量 一半接近是皮卡 而且是非常多年雷打不动 这个就跟中国不一样 我们对皮卡有各种限制 我们大部分的市民 在正式生活中也不需要皮卡 我们的一些村民 我们一些住城乡结合部的人 和一些做小生意的人 可能需要 但这则有限制 所以这部分的需求 都被压抑了 转换成了武林宏光 转换成了一些 其他的各种车辆 但是在泰国 他没有政策歧视 而且相反 他的政策对皮卡是友好的 他的皮卡是 有点像咱们这边的那种武林 他其实被各种政策引信的支持 你看之前很多的武林宏光 实际上承担了城市里的毛细血管 物流运输的作用 对吧 他的原因就是你有路权 你换一个正儿八经一点的卡车 或者皮卡 你都没有路权 对 所以在泰国的皮卡 他是深受泰国广大农民 和郊区的居民 还有少量的城里人 但他自己可能耗这口 风格 越野的功能需求 他耗这口 他有非常广泛的市场 泰国的第二个特点 我观察 就是车比中国老 这一点 他其实更像欧洲 基本上 我们在泰国看车 和你去欧洲 稍微穷一点的国家 你别去德国 荷兰和瑞典 你去穷一点的国家 你比如特别南欧的地方 东欧的地方 我觉得观感是类似的 如果说在北京 上海 在深圳 广州 武汉 南京 我们看到一个车 我们感觉平均马路上的车铃 是不是也就5年 可能也就5年 深圳会更短 我觉得 对 有可能会更短 深圳 上海可能会更短 因为深圳 上海的二手车政策 都是鼓励你往卖地卖 在本地很难留存的 所以某种时候 这些市场很难留存老车 但你在泰国 你看到路上的车 你会感觉它平均车铃是10年 或者11年 我没有查过数据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这样 这跟你在意大利 在西班牙 在捷克看车的感觉是很类似的 所以它车铃会很长 如果它的平均是10岁 它又有一年的比亚迪这种新车 那就意味着它一定有车铃19年 20年的很老的车 如果有很老的车 还有人在开 那就一定有原因 在中国没有人开车铃20年的车 几乎没有 但在那边有 那么反过来讲 就是那边有相当多的消费者 他接受这么老的车 并且他很可能没有钱 去换很新的车 我认为这是跟中国一个巨大的差异 当然咱们国家对车的年减 和强制报废制度 其实是很严格的 我觉得是不是在鼓励消费者买新车 是也是很独特的 这显然鼓励了我们这边的汽车消费 加速了折旧 加速了更新换代 当然了在中国 你去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车会更老一些 我去年在东北的延级 我明显感觉到延级的车比上海老很多 但是 你跟例子举的 延级跟上海比 这不肯定是老很多 咱就得找极端的比 对吧 所以总体来讲低线市场更老一点 但是再老都没有 在泰国看到的老 泰国真的够老 所以我讲第三个点 也会是泰欧很相近的地方 第三个点就是车偏小偏窄 这一点他们也跟日本 或者是西欧是更相近的 我自己会感觉 他们的车的尺寸偏好 比日本略大 跟东南欧差不多 它比真正的南欧 你像西班牙 你像意大利 他们可能还稍微的要再大一点点 但是他们又绝对不会到 德国车的平均尺寸 所以我感觉他们也许跟像 法国车的这种平均尺寸 这种平均尺寸就造成 跟中国又有巨大的差异 所以你去了以后就会发现 其实你很少看到 丰田的凯美瑞雅阁这样的车 今儿我还刷小红书 看到有一个人吹了一下比亚迪 很有善的说比亚迪的海报 在那边卖特好 上半年前七个月 整了个四千多台 已经超过了雅阁加凯美瑞了 然后我一看 我就有点纳闷 我一分析发现 其实不是比亚迪海报 抄了雅阁加凯美瑞 这事得换个角度理解 就是雅阁连带凯美瑞 这个级别的车 在泰国一年就卖不了多少台 这个市场合在一起就非常非常小 但是海报这个车 作为一个新物种 新势力 新电车 它获得了一个新兴的人群的支持 某个销内富有的人群的支持 它就销量比较高 但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关公占秦雄 这就像我们不能拿 2018年12月月销 超过3000台的蔚来ES8 来说明中国人就真的 开始大量的接受 这种车长5米1的 车价超过50万的 大马力高端 纯电车 现象和常态 它是不能互相比较的 就在泰国 大家不买很长的车 大部分的车 你会感觉都是A0级 最多到A级是主流 你去租车公司租车也是的 基本都A0级和A级 依然你刚才说了 泰国和欧洲 一些车市场有相近的地方 那你也去了泰国 也去了欧洲做考察 我还挺好奇一个点 比如说像比亚迪 它在泰国主推的几款车 和在欧洲主推的几款车 还有他们在这两个市场的定位 会有比较多的重叠吗 非常巧的是 他们在欧洲和泰国上的车型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直到半个月前为止 因为半个月前 正好我在泰国第三次去 他们当天开了个发布会 上了一款混动车型 好像叫C-Line 是海狮对吧 对 它上了一个海狮 这是它在泰国上的 第一个非纯电车型 之前就是三四个车型 全是纯电 像海豚 语言Plus 还有我开过的海豹 好像还有一个 然后它的欧洲 基本上阵容是一模一样的 欧洲可能多个别车型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偶然 这不是市场需求导致的 这是比亚迪 自己的战略决定的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全球都对纯电太乐观 我认为比亚迪也不例外 所以它的出海 基本上倒退的话 是2020年左右定的战略 往外走 那么这两年落地之后 你会发现出去的全纯电车 然后他去了全球各地以后 我就发现 第一不是全球 都这么拥抱纯电车 第二就这玩意很明显 是有上限的 所以它现在欧洲 纯电卖的就比较一般 但泰国卖的是很不错的 那是领先所有人 但是即使领先所有人 纯电也还在泰国 是一个小比例的市场 所以它的战略 肯定会调整 肯定会追加混动 所以我一点都不意外 它在8月份 正式地把第一款 混动车型推出去 我认为这也将是他 未来在巴西也好 乌兹贝克斯坦也好 在东南亚也好 就是我认为 他凡是可以上混动的地方 比亚迪会全面的追加混动 对 而且我看你还去参观了 比亚迪的工厂 因为泰国它的策略 就是不只是你要把车过去买 还要在那边建厂 而且把相关的配套 零部件都要过去 因为它之前其实都是日系的车企主导 我记得是90%左右的 都是日系的车占领 差不多10家企业 那这两年随着中国的 越来越多的车企过去的话 它的日系的这些份额 也被中国车企抢占 那你去比亚迪工厂参观 感觉怎么样 工厂干的挺新挺漂亮 工厂里边也融入了 一定的泰国的特色 显得有中泰结合的味道 无论是从工人的国籍 还是从它一些刻意的文化设置 然后里面也会有些中式的标语 代表了我们打鸡血的一面 也会有一些泰国人喜欢的大象 它会有些东西 会用图画的方式来表达 这些方面就比较像泰国的那一面 泰国这个国家 从文化上挺像小日本了 这个小日本不是起义 意思是一个经济更小 经济可能发展阶段 更初级一点点的日本 你看你去日本 很多东西它都爱用动画来展示 都会用卡通来展示 泰国在这方面 我觉得就受到日本文化的这种影响 然后它还有个特点就是标空 我觉得它的规划产能是15万 但它什么时候能实现满载的产能 肯定是不可能很快的 所以他们也没有着急一次 把所有的设备 所有的产线都拉到一个满符合的状态 里面人也不多 这是我去的时候看到的状态 我们算个数学账 去年比亚迪在泰国 卖了3万台纯电车 这个成绩已经非常牛了 因为他们进入这个市场不到两年 在第一个完整年就干掉3万台 3万台中国人一听没啥 泰国去年全年新的原车才7万多台 泰国这个市场去年全年 总小厂才80万台 然后今年它的市场是萎缩的 从80多万跌到70多万的总盘子 电车是增长 但是已经告别了去年前年那种超级大增长 去年前年都是100%多 百分之几百这种状态在增长 今年预计可能就20% 30% 这种温和增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假设去年的7万多对吧 来个温和增长 了不起今年就是干10万台电车 那你比亚迪去年卖3万 今年就算你特别成功 你一个人占市场40%多的份额 50的份额 你不也就4到5万台吗 所以说它这个工厂的产能它是有提前量的 它应该需要几年的时间陆续来把它给用起来 那如果说到这儿 我就不得不在你们频道讲一个可能大家有时候不太听的事 就中国的内卷已经输出了 现在我们在泰国 中国人我数一数有5个工厂 首先是上汽MG跟这个泰国的当地的特别大的一个财团 叫镇大集团 当年镇大综艺的赞助商冠名商 他们在10年前左右就搞了一个合资公司 这算一个吧 肯定有个工厂 然后长城对吧 之前我节目也请到了他们的高管 他们搞了工厂 而且他们是刚认真的决定做东西 很快就上了这个工厂 我记得产能也是10万还是15万 然后就是比亚迪这个是第三个 这不是前两个月才竣工吗 才开始投产 然后现在长安的再见 广汽的再见 如果我们把哪吒CKD小厂算上 这就是第六个 以后有可能还有第七个 万一吉利等等 对吧 收定也看中东南亚 但凡看中东南亚的中国车企 如果在那边要建一个工厂的话 只能说十有八九都会选泰国 泰国这地方有几个优势 第一就是它过去几十年 都是东南亚工业的综合能力最强的地方 你去个地方干厂 你肯定上下游各方面的 你都要用到各种本地资源 你不可能把中国全链条和各种人都带过去 这不可能的 如果当地都不会干这事 你干的多累对吧 所以你肯定得找个会做制造业的 泰国是东南亚制造中心 泰国也是东南亚物流很方便的地方 因为它在东南亚的中间 上北下南左西游东 它往四面八方去运输 它比较方便 然后它自己的经济 在东南亚也属于排名比较靠前的 所以它的港口也好 它的飞机也好 它的航班也好 它的人流物流货流 商流包括资金流 这国家的资金监管也是比较国际化的 它都是比较有利于你去做跨国的生意的 然后它自己也有相对大的本土市场 7000万人口 本来自己是个市场 你去马来建厂可以 但马来的人口就2000多万 它的本土消费能力不行 你在哪里投资 你总感觉沾不上它市场的光 印尼是可以沾市场的光的 印尼2.8亿人口 全世界第4 印尼的问题就是太穷 它的可能文盲率 熟练工人 初级的工程师 它可能这些方面都比较困难一些 所以如果你去印尼的话会有印尼的麻烦 目前来看 去东南亚基本上就在这三个国家建厂 印尼 泰国 还有马来 但综合来讲 泰国还是最占优势的 你刚才说 比如说像比亚迪 长城 这些都出海到了东南亚 而且都在那建厂 我还挺好奇 就是这些车企 它到了东南亚之后 它是非常保留这些中国元素的东西 还是会去中国化 因为我知道 比如说像比亚迪在欧洲 他们的网站也好 他们的宣传也好 都是更强调 自己是一家跨国高科技的公司 它其实都是有意无意吧 都会去掉一些中国的元素 那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那个比亚迪汉 和比亚迪元Plus 出海到欧洲呢 那汉它还是用HAN这个拼音 来作为这个车的名字 但是那个元呢 它就把它改成了Ato3 我还问了一下国外的经销商 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的一个猜测呢 就是说中国这个元朝 是比较expansionism的嘛 就是往外扩张型的 最后一次西征都打到欧洲 波兰匈牙利去了 所以这样用这个元 感觉会有点敏感 有点嚣张了 所以就改掉了这个名字 那像在东南亚 他们会有这些顾虑吗 还是会更加可以保留 它的中国元素 让大家知道 它是一个中国的 很厉害的公司 我觉得要用那个元的拼音 老外也读不出来吧 这个怎么读啊 汉还能用英文的读法读出来 我觉得比亚迪最夸张的一点 就是前段时间我去香港 发现在香港的比亚迪的广告牌 都是以英文大字母为主导的 我觉得这没必要吧 这个都是自己人 是吧 这么说 我觉得中国现在消息出海 我还没有见过 主打中国概念的 你说你能不能找到一个 肯定能找到 但我们就看 每一百个品牌走出去 有几个是主打中国概念 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 也就李子柒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 中国最主打中国元素的 就是李子柒和中国古装电视剧 但是这个东西 你就像金庸的小说 可能海外有粉丝 但这个东西 天然它是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 人家看的就是你那个民族性 你那个区域性 你那个特性 总体来讲 小到做充电宝数据线 大到做电动两轮自行车 做电视机 做手机 再到做电动车汽车 我没有见过中国品牌在海外 是非常打你自己的概念的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 我觉得大家也心知肚明 我在欧洲在国外做调研 包括在泰国 我都问过这个问题 我说你说想到瑞典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高冷的 环保 性冷淡的 极简 德国的商品就感觉扎实 可靠 高性能 法国的会稍微的有文艺色彩一些 想到中国商品 大家会有什么想法 就我问很多人 很多人他难以有一个特别具象化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 有的时候他们会说性价比 然后你一定非要再追问的话 他们可能会说设计会比较新 比较现代化 比较大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品牌 在海外的学生策略是理性和合理的 我们看比亚迪在泰国 他最主打的广告语就是全世界新能源销量冠军 广其安安的主打就是已经赢得100万电动车用户的信赖 对 长安我记不清楚了 没给我留下啥印象 长城也没啥印象 但MG是有印象的 MG在东南亚主打的是 它是一个英伦品牌 有那个英国味道 就是说你看这一点 它又跟欧洲一样 它在利用MG历史100年的品牌资产 这就是MG独特的优势 它有100年的历史可以讲 这个历史是属于它这个品牌的 未必属于它的控股企业的国家 不一定是企业的历史 很多人容易把品牌企业和产品 这三个词不够分得开 人们一般会盯着产品 但是企业和品牌 大家会容易混为一谈 MG有百年的品牌历史 绝大多数中国品牌 都没有百年的历史 然后如果你不能谈 自己品牌的历史 你就只能笼统的谈中国制造 还是谈你是一个 很新的很年轻的企业 总之就是缺乏自己 很独特的这种差异化 我认为比亚迪和广汐 他们的那些slogan 那些营销口号 已经很努力的去区隔 和差异化自己了 比亚迪我这次去 他们有一个阶段性的营销 关键词就是欧洲杯 因为他们是欧洲杯足球赛的 很大的赞助商 所以你在前几个月 去泰国比亚迪的各种门店 看到他各种广告 在大力的使用足球元素 因为足球是世界语言 是全世界人都听得懂的语言 所以这个营销概念是OK的 所以你看最近两年 我觉得比亚迪在国内的营销 他也有四度的转变 他有很多民族主义叙事 我们不能否认了 那他现在开始加入一些 我认为是国际主义叙事 他的国际主义叙事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质点 比亚迪就是体育 所以你看他最近几年 做的足球营销 篮球营销 还有偶尔有航海的营销 我认识的独币团长 在法国奋战的徐金坤 他也曾经上过比亚迪题材的节目 我觉得这个可能 也不只是中国车企 你看二三十年前 日韩车企 他到海外的时候 也是非常刻意的 去一些本地化的元素 就尽量做到形象国际化 然后大卫其实之前 也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国外最被认可 活得最好的中国科技品牌 应该就是大疆 但是你问100个老外 99个都不知道 大疆是中国企业 是 这是很现实的 而且大疆的市场 是从北美做起来的 并不是从中国去做起来的 你在北美跟北美用户打交道 先把这个市场给刨起来 把公司给弄起来 你的营销和定位 势必是以那边的消费者 为口味的 你不肯得罪你的用户 对 而且新技术和现代设计 也是一个 怎么说 就跟足球一样 它是有全球市场的 这点是人类普世的价值需求 对是的 刚才依然说到了几家中国车企 包括长城 比亚迪 上汽的MG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能想到 就是他们其实是出海的 比较厉害的选手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 但是有一家车企 哪吒汽车 它在国内 就别说整体的中国车公司的 它就是在新势力里头 在国内也就是排在三四线 要不是周鸿一 可劲为他摇旗呐喊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哪吒汽车 但是没想到的是 哪吒汽车在泰国 卖的还是很好的 我看有些月份 哪吒V还当过 月度的销量冠军 比比亚迪的元 长城的欧拉好猫 包括MG 其实卖的都好 那你觉得 它为什么能在泰国 独辟蹊径 它自己能在这一个市场 脱颖而出呢 简单的时候就来得早 北汽的EC系列也曾经一度是中国电动车 打榜的常客 这个短期的成绩和长期的成绩 我觉得得两看 我在那边确实感受到哪吒 无论在印尼还是在泰国 都是比较受市场接受和认可的 它因为去得早 然后它的车型跟那边正好也很对路 你看它车小 你看它车便宜 然后它采用的是很年轻的设计 颜色也很大胆 这些东西都跟东南亚很年轻的人口环境 审美偏好 消费预算 对吧 用车的尺寸偏好 都是关联的上的 所以我在那边有个朋友 就是说要跟哪吒做个生意 做个合作什么的 我还提醒他 我说哪吒在国内混的并不是特别的健康 经营的状态 他说不 我感觉哪吒在这边很有实力 大公司 我信赖 人性只相信自己看得到的东西 对吧 就像你既然是个中国人 你跑去跟美国人说 大疆是个中国公司 美国消费者可能会觉得你来骗我的 我在这都用10年大疆了 我就感觉大疆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 肯定是个西方公司 不是美国的就是瑞典的 我记得我之前做Uber跟一个黑人老大娘 一个black妈妈 然后他说他买了一个车 那个车是Nissan 然后我跟他说Nissan is a Japanese brand 就是日本品牌 然后他就一直不信 他就说这个车就是美国牌子了 你怎么说他都不信 最后末了他跟我说了一个 就说日本是中国的吗 然后把他当场要喷了 所以基层的认知其实有点并不高 这本身就是跨国公司善用的一个手段 对吧 你看很多的亚洲公司 销品公司 你跑到欧美发展 他做着做着 广告上都是当地人的形象 模特 签约的明星都当地的 企业内部的高管经常出境采访的 也找点当地的 你时间长了 当地消费者就认为这是当地企业 索尼是咱们美国人的 泡菜 我们美国人的 清酒 我们美国人的 你就要让他产生这种误解 你才成功 对 你干嘛一定要让人家感觉 人家天天在买外国货呢 人家不爱美国 对吧 人家是一个诞生了美国队长的国家 人家怎么会不爱国呢 那从这个层面看 BYD Build Your Dream 这个非常美式 对 这就像拿中文写的教你做人 我觉得 Bull Your Dream 并没有在我看到的 BYD海外的任何地区被放大 就是在欧洲 我觉得他们的价值观 不是讲 Bull Your Dream 在东南亚也不是 最喜欢讲这个的是 少数BID的狂热的KOC 就是我在这次工厂仪式还遇到了 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工厂解读 为中国先进生产力 对发展中小兄弟国家的一次 战略上的扶持和协同 带动全世界的人民一起 怎么怎么给工业化和成长起来 特别的喜欢上纲上线的解读这些问题 怎么又是 比卡锦 掏着中南海的心了 对 还一定要现场问我 依然你怎么看特萨上海工厂 和压低泰国工厂的区别 其实我没有看到太大区别 对吧 我看到的是特萨来中国投资 我们中国的公司去泰国投资 全球的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这有什么问题呢 人家来我们这就资本主义项目倾销 我们去泰国就是战略友好的啥子啥子 拉亚非拉兄弟一把 对对对 就是类似于这种 我们天天担心亚非拉兄弟是不好穿不担 实际上我去泰国不光考上去 还考上了学校 那边学校里的孩子比我们要松弛很多 不论是小学还是大学 顺便说一下 朱拉龙龙的文学院里的那些文科女生 真的都太漂亮了 你还别说我这个肤色 我去泰国旅游 人家直接撒哇地卡我的 不要说你泰国人 那边的女生都跟你一样漂亮 不奔伯仲你知道吗 就是你也没法在那鹤立鞠群 就是 Emma都听不出好坏了 我后来就问了一下 为什么这边的名校的女生这么漂亮 我这不是对清华北大统计复旦的任何女生有任何的偏见 没有这意思 但确实跟我以前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中国会说 你可能去电影学院 艺术学院 姑娘漂亮对吧 然后你如果到娇大 折大 那可能都是搞学习的为主 那就可能主动放弃在那方面有所建树 但是在那边 它这个社会阶级固化比较久 因为泰国的经济可能上世纪 好像70年代就作为亚洲四小龙 他们就是起来的早 然后消停的早 踏实了很久 还有所退坡 但是这不妨碍他的社会 早就已经把一些 他叫亚洲四小虎 是吧 有亚洲四小龙 还有叫亚洲四小虎 泰国属于亚洲四小虎 亚洲四小龙是韩国 日本 新加坡 台湾地区吗 你说的对 当然我被当地人忽悠了 猪辣龙中中文系的人 这中文学的果然不行 他们的阶级固化 导致了富有的家庭的孩子 能够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然后肯定富有的家庭的孩子 他在同婚 他在各方面都有优势 所以时间长了 就是他们那边的 最好的大学里的那些女生 我听说是长得漂亮 学习好 又能干 又会挑老公 然后又很善于工作 或者自己创业开公司 然后我这次呢 也非常幸运地 通过我们那位泰国小伙 认识了一些他的朋友 有一些是泰国 非常顶的富二代 我也见识了一下 这些少男少女的风采 给我挺大的文化冲击 还是跟我们很不一样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 我欧洲的闺蜜 他就是你口中说的这种 就是他在法国是理工科状元 女状元 也是长得好看 家境也好 又会谈恋爱 啥都好 但是就像你说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欧洲 也是这种阶级固化 对 这里我要cue一下一个 法国社会学家 Pierre Bourget 他有一个理念 就是说这个阶级固化 其实就是有钱人 他经过几代人 已经把大量的经济资本 也转换成了 很深厚的这种 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给到下一代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年轻人 就是他啥优势都占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文化里 我想泰国也应该是这样 就是他不是很主张 你去要 就是像我们这种 要点起来 还要跳起来摘一个 你可能摘不到的果子 鲤鱼跳龙门吗 咱们是 对 是的 就是我们就会鼓励这种 他们就不是很鼓励 你看他们比如说 数学学的不是很好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哦 那我就不是学数学的料 I have a small brain 我就不是搞这个的 我就不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所以呢 就是可能 不是在那个阶级的人 他就不会想说 我冲破这个 我冲过读书 我通过什么东西 去达到一个 所以就变成 就是更加各就各位了 是有这些因素 这个我们往后说 能推出好多层 确定要在这节目里讲吗 讲到最后就超纲了 我正想问你们觉得 比如泰国的富二代 和中国的大卫这种富二代 就感觉有啥区别 有区别 这个可以说一下 我觉得大卫不代表 中国的富二代典型 我自己从头到来 多少也见过很多富人家的孩子 我觉得泰国跟这边的区别 就是我们说人家是阶级固化 但我们的社会不阶级固化 并且鼓励你奋斗 但同时我们的社会 也非常非常的隐形的 去承认这种三六九的 承认这种人跟人的地位的这种差异 所以我们的很多富人的孩子 他可能很小就意识到了 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庸人对我有特别的态度 同学和老师看我有特别的目光 并且我们有的时候会享受这种状态 包括家长对孩子的传导也是 就是你这样你骄傲 所以最后时间长了以后 有时候富人的孩子反而不容易特别的积极进取 和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角色 不是说每个中国的富人的孩子都这样 以前大卫就不这样 王苏聪我觉得也特别的有主见 活得特别有自我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富有家庭的孩子 他的自我甚至要更弱 弱过很多的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 但是我在泰国感受到的是 我看到那些富有家庭的孩子 他们某种程度上在很多东西上 跟其他的同龄的那些中产家庭的孩子的年轻 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好像一样拥有类似的自我 类似的责任和类似的对别人的尊重 以及类似的从别人身上获得尊重的那种需求 就他们在这些方面甚至要更平全 但这丝毫不妨碍 比如说我打个Grab出门 然后他出门有台Air法 还配了个司机送着 他更养尊处优 他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人脉关系 就这两个事情居然就一起发生了 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是有点觉得神奇的 我上周在上海出席个活动 然后席间我就聊到什么 我说在中文语境下 因为我在中国接受到高一的教育 然后就转到国际学校了 然后就不就到英国了吗 这中间有最大的区别 包括后面到美国 就是中文语境我们经常会听到两个字 一个叫阶级 一个叫主义 什么什么主义 对吧 你是什么阶级 但这两个词在美国 包括在英国 我几乎听不到 就是你是什么阶级的 大家谈论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主义 就是这个事反而在中国会经常被放大 然后长期在这种内卷PTSD下面 大家会把自己阶级反而放大到很大的一个位置 实际上在老牌发达国家 或者说哪怕不是老牌发达国家 我觉得很多正常国家都不会把这个东西放大的 这个套用到中国的酒桌文化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说的前面那么深奥 那么虚 对 那么抽象就谈酒桌 对 你就看一帮人坐在一起 成年人喝酒的时候 咱们这边就把酒桌上分成什么主啊 刺啊 培啊 对对 一堆规矩 你看人家那状态 对 你说这个其实就是微妙的变化 我们是非常努力的沟通 人人平等和集体 我们是能在一个圆桌上分主次的 牛逼不牛逼 但是就是 就本来圆桌嘛 就是你看联合国开会分圆桌 就是没有主次 咱是能在圆桌上分主次的 对 我补充两点 其实我很赞同你们刚才说的 而且我前段时间就听洪晃的他的那个播客里头 就讲那个有钱人嘛 他说的一个观点就是 其实现在中国的更多的都是这种new money 像他之前举例的欧美呢 其实有这种old money嘛 然后包括刚才依然说的这些泰国的这些富二代 我相信他算不上那么的old money 但是其实也是比中国的这些会更加old money一些嘛 他毕竟付起来的会更早一些 所以呢 可能就是这种new money的这些钱的话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浮躁一些 因为你的财富增长的太快了 你还没有特别适应这个财富 你的心态和你的财富还没有特别的匹配 那这样的话就会再什么炫耀一些 或者是更加固化自己的这种阶级的感觉一些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old money和new money的区别 每个新势力品牌的CEO 在刚出道的前一两年说话都比较嚣张 无一例外的 无一例外的都降低了音标 对 是的 然后我觉得补充第二点就是 我发现其实也有一部分人 就比如说刚才依然举例的新势力的这些 可能在刚开始它确实会比较嚣张一些 但是呢经过网友的毒打呀 或者是发现这种状态并没有说特别的满足自我的 膨胀欲也不是说那么的开心的一件事情的话 那逐渐它可能就适应了比较低调一些啊 或者还有就一些人他也是大佬 但是他从事的是一些那种比较新的一些行业的话 那他的这些思想也就会更加的开放一些 或者是更加的就比较了解欧美那一套的东西的话 那他就没有说那么的在意这些什么排位的规矩啊 我觉得也有一批人吧 他会是能逐渐的没有那么高调吧 对这个东亚有个神奇的国家就是韩国 我有一次看一个统计 就是韩国是全球消费奢侈品人均最大的国家 这个确实让我觉得很震惊 后来我就读这篇报道 我就找到了一个答案 就是说实话从第三世界国家变成第一世界国家 在一代人以内只有一个国家就是韩国 就韩国是在25年之内从第三世界爬到了第一世界 所以这个心腹呢 他总是要给自己贴个标签 这个也能理解 反而以前我们觉得是不是日本人爱买奢侈品 反而其实是买不过韩国人的 因为其实他们不太用在给自己贴标签了 所以这个回答刚才一个问题 确实给自己贴标签是这种new money的一个怪性 对大家还是理性看待 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组上也这么干过 他们只是早就干过以后呢 就是有了新的兴趣转移了 我们以后也会转移兴趣的 其实我现在看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 就是现在去欧洲啊去哪啊 机场免试店已经没有排队的中国人了 10年前是还挺多的 7、8年前 现在就很少了 大家没有那么说 我去趟法国意大利 一定要去买些奢侈品回来了 淘宝都有同款了 因为 那我们继续聊聊车吧 国内有一个论调 就是说中国车在当地 其实发展是特别的迅猛嘛 那会不会就是像有一些极端QOC说的 日本和欧洲的车在东南亚那边就不太行了呢 我觉得你说极端 说明这事你也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 反正我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任重道远 就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是伟大的视野 大家也对这个伟大的视野抱有积极的 期待我们自路品牌表现更好的这种动机 但是很多人总把动机想要描述成事实 我在微博上有一次发 我说这个印尼啊 中国说要追上上丰田 还需要非常久 这个网友就不服 说根本要不要那么久 五年就比亚迪在印尼就超丰田 我问他你去过印尼吗 他不回复了 就是他没看过 他就能断言 就是现在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 经常有的时候 对有网友 你们村刚通电就教大卫如何学做人 我的天啊 实际上我觉得东南亚会是一个有点难啃的骨头 我为什么当时去东南亚要去这么多次 因为我想拍一个自己的长篇的纪录片 关于中国车去下南洋的这个事 我会选就是因为我也对东南亚市场很有期待 我从各种分析上我就感觉对吧 美国是啃不了的骨头 欧洲是难啃的硬骨头 非洲的某个小国是一个太小的骨头 南美的市场是离我们太远也不太大的骨头 东南亚6亿人口看上去是一个中等的 有价值的大陆上跟我们联通的政治上更加友好的骨头 所以我肯定觉得这里有搞头 我才去那里拍片 我拍了以后还是觉得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困难 东南亚中文有一个外号不叫亚西安吗 就阿西安 就是叫东盟 东盟这些国家 实际上之前我也研究过这些国家觉得很有意思 就他们最早也想说大家能不能效仿欧盟做一个共同体 比如说经济共同体 然后甚至连货币都搞一个共同体 后来发现特别难 这里有几点 首先就是东南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地段 如果我们从地图上看 就是以岛为主 以大陆为边界 这就很难做单一市场了 第二就是说实际上在东南亚 这四大宗教都分别占据了各自的国家 比如说伊斯兰教 比如说菲律宾更搞笑 菲律宾北边是天主教 右边是伊斯兰教 泰国又是佛教国家 然后像新加坡 其实我觉得受基督教影响其实也蛮大 当然是个华人主导的 所以这几大宗教在这边 它是一个混杂的状态 它不像欧洲更多是以基督教文化为统一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它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是很大的 你很难统一一个货币 虽然我们有时候说欧洲 这个南欧比西欧要穷 但是毕竟还是大家在一个线上的 东南亚其实还挺不在一个线上的 而且最近越南不是政权巨变吗 我就看了挺多越南的文章 就也是刷新了我对东南亚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越南它苏林上台的前后 它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它的高级代表团 第一次出访 访问的是美国 然后它上台之后的第一通外交电话 是打给俄罗斯的 最后就是它当了总书记 第一次外国访问 就它自己来外国访问 是来了中国 然后在九个月的时间里 中美俄三大国的这个元首 都去了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我就在想这个 以越南为首这个东南亚 它为什么在全球这种格局里面 有这么微妙的作用 我以前想的呢就可能是欧美国家 它不想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全都倒向中国 而且希望就是用比如说越南 菲律宾这种在南海那边挑事嘛 还有就是我也想是不是它这样子呢 就扶持东南亚的这些制造业 就可以不那么依赖中国 但是我看了一篇文章 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它第一个呢就是说 因为中国在美国的关税很重啊 所以中国越来越多商家企业 都搬到东南亚去 包括我们这些造车的 其实也有一些是通过去东南亚 这样倒一手再出口到欧美 避这个关税 那它这个文章的观点就是说 连我们老百姓都看得懂的东西 美国这些高层能看不懂 所以它如果真要跟中国完全脱钩的话 应该连越南一起这样涨关税呀 实际上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它还有一个微妙的作用 就是说一方面它可以假扮成 中美的战场来让这些政客去拉选票 但是另一方面呢 它其实更重要的作用是做这个中间商 因为美国它一方面要反华 另一方面它又要就离不开中国制造 要来拉低这个通胀保住选票 所以这个东南亚它在中美之间 其实是有非常微妙的关系的 然后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 这个苏林也好 包括泰国那个他性家族也好 都在讨论它是亲美还是亲中 但其实这些很多东南亚的国家 它既不是亲中派也不是亲美派 它更像的是那种竹竿派 谁的利益我都不得罪 我哪个我能往上爬我就亲哪个 对有点像阿联酋啊 就是世界上还是有蛮多国家 是因为中美关系而受益的 我去了以后也是这个感觉 现在那个中国的大量的投资和人才 在往东南亚走 还有商人 无论在印尼还是马来 还是在泰国还是在越南 大家都会看到这一点 然后这些国家因为自己不同的 禀赋和资源不同的特点 接应了不同的中国的元素 你像那个泰国跟山上造车 有几十元的经验 他们就接盘了大量的汽车制造业 越南没有这个能力 越南的能力会弱一些 所以他们就接了很多的 低端制造业 轻工业 低端制造业 简单制造业 那印尼有矿 所以印尼可以接更多的跟矿产相关的 它那个矿因为跟电动车有关系 所以也会有很多电动车企业 愿意到印尼去开场投资 所以又受到教育啊 就是实际上他们还接了挺多的中国的妈妈 你看周易军最近的他乡的童年的纪录片里 也放了一级泰国 就现在一些中国的家长 他为了让孩子教育不要那么卷吧 就把孩子送到了像泰国 或者是马来西亚 去接受那边的学校 往往是国际学校的这种教育 因为他们的国际学校的特点是 英文环境比较好 学生的比例真的还挺国际化的 各个外外的人都有 然后如果你在马来的话 你可以把中文和英文都兼顾 对吧 这点泰国做不到 还有一个我看到近五年的趋势 就是你在英美也好 在澳洲也好 都看到越来越多越南印尼的这些留学生 是 那个比例是原来他们对比中国留学生的比例 是少很多的 但是近五年是越来越多 对 我之前那个采访哈佛MBA 他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他们的政府也是鼓励这些人 去欧美去读书 我自己有个感觉 我看你们也老到处跑嘛 就是我反正有个肤浅的感觉 就是全世界人口的流动在加剧 以前去意大利和德国 你感觉是白人的世界 然后你去泰国 你觉得应该是泰国人的世界 再上一些国际游客 你去日本感觉就是亚洲人的世界 东亚人的世界 但现在你去东京 去泰国和去米兰 慕尼黑 你觉得多样性都在增加 对 就每个地方 你都会看到大量各种肤色的人 各种文化的人 各种宗教信仰的人 刚才大卫已经说了 东南亚的宗教很融合 你比如说像在印尼 就有四五个宗教都在流行 是 穆斯林是最大的 但是其他的人也很多 反正作为中国人 我看到这种现象 我肯定是有点稀奇的 因为咱们这边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看他们 怎么这么多宗教的人 这么多肤色的人 这么多不同民族的人 就这么待在一起 还挺OK 也不闹事 也不怎么内战什么的 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看一些不同的文化 都会有一种 抑郁风情的滤镜 会看到更多 新奇的好的东西 那你跟他们这些 泰国的新一代 年轻人交流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什么 特别向往中国的东西 我们彼此彼此 你像我去泰国 我就喜欢他们的 蓝天白云 沙滩大海 大家的节奏比较慢 大家脸上的笑容比较多 然后大家比较温和 很少发脾气 很有耐心 从他们的Grab DD司机 到酒店的服务人员 打算经理 售票员 就都是这样子 还有警察 如果是他们来到上海 实际上接待我的 泰国年轻人 他就在我们拍完片的 末尾 他就买上了来上海的机票 他是来上外 参加一个月的 短期的国际学习项目 跟全世界各种 学中文的孩子在一起 所以在上海 我们就见了好几面 然后他对上海的评价 就超级超级高 他其实之前 就来过中国几次 因为他是一个网球高手 他那个是泰国青年网球第七名 所以他从小就在泰国 甚至要出国 打各种网球比赛 他来过中国香港 来过广州 来过厦门 也来过上海 但这次他来上海 待的时间比较长 他觉得上海超级发达 路特别好 车特别新 电车特别多 路上闻不到什么汽油味 然后奶茶特别多 特别好喝 他平均每天喝两到三杯 商场很多 高楼大厦很多 建筑都修得很好 我自己有个推纳 他对中国的一切物质性的东西 他都给予极高评价 这个不奇怪 但是后面的咱就不说了 也可以说 我觉得他觉得中国人太着急 比较凶 有点事情就容易生气 然后他觉得 有的时候跟人大交道比较有压力 比如说他在上海的餐厅打饭 他说他刚站在选菜的窗口 刚犹豫了两秒钟 阿姨就会很凶的问他 快选啊 想吃啥啊 这么多人等着呢 然后他当时就感觉有一种 哇犯了罪 马上要被审判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说 我只是想在那里看一下 我到底应该选什么 有挺多好吃的 我想选一下 就是感觉大家不给大家一点空间和喘息的机会 是 这个话是他在上海的食堂跟我说的 我们都拍下来了 对 我记得脱口秀周期末 他不是有一期节目就是演那种 在食堂排队的时候 总有一个人在那点餐的时候 犹犹豫豫的那种 就是我们还相当于反讽这些点餐慢了巴唧的那种人 我们从小都有一种叫做集体潜迫症 就是一旦你的行为稍微跟集体中常见的行为 有点不一样 我们就要对他进行外科手术 肿瘤细胞立刻切除 这个跟咱们下一个话题聊日本 日本是反过来的 你无论怎么变态 你只要不要变态到我身上 你随便变态 中国是就是一个极端 我觉得你很变态 跟我不一样 哪怕你不变态 你跟我不一样 我也得要跟你修理一下 就我们有一种非常集体主义的这种价值观 这是我们跟泰国的那些年轻人交流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说他们像日本 实际上欧洲也是这样子 泰国人这个年轻人叫Max 我们喊他Max 比较简单 因为他的泰国语名 我实在发不了音 也很复杂 Max就经常的口头谈 就是那也很好 我们就问那哪个好 都很好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 关键看你喜欢哪一个 然后我们就会再追问 那如果是你呢 他说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这是他的思维方式 你很少跟中国人打交道 中国人会说都挺好的 我觉得各有各的好 关键看你自己想要怎样 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方式 我们中国人方式就是清华和统计是吧 清华好 吃饭的时候该快点慢一点 快点 价格该卷一点还是不卷一点 必须卷 这个月你工资该发5000还是6000 如果是给别人发就是5000给我发6000好 everything has the correct answer 如果我们参与过所有的中小学的考试 我们知道基本都是单选题 就算是多选题 也是那种一眼能看出正确答案的多选题 对 现在那些车企搞那些制驾的测试 为了让你尽快通过一些 他会搞那种很明显的多选题 但是刚才依然说的泰国青年 如果放到中国企业估计活不过三级 他老那么说话 老板就该批评他说 你竟说这种正确的废话 对吧 当年涛涛文汉跟我一起去参加上期通用的 那时候是中国销量第一车企 去参加比试 比试完了才有资格面试 像我这种比面试都可以 所以最后拿到offer的 文汉第一部比试就挂了 他为什么挂呢 当年有个题目给他给淘汰了 给优秀的统计汽车专业的学生给淘汰了 题目就叫做 如果你借了别人的一支铅笔 答案A 用完立刻归还 B 用完想不到还 惊人提醒再还 C 用完就丢了 D 用完以后一直忘记还 我看不知道是选的C还是D 就是这出正确答案的 你必须做那个就是用完就还的人 这搞人情世故呢 感觉 就是文化差异就非常 顺便说一句 我就觉得出去旅行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 跟当地人真正的打点交道 然后融入一下当地的生活 比去名胜古迹有意思 整个这三次去泰国一个月 我就去了一次大皇宫 还是最后一次 跟另外两个家庭一起去 照顾一下大家的需求 就是突然对所有的那种网红打卡点 和文化古迹就不是那么有兴趣了 其实去一下当地的菜场 去买买菜 看看当地的物价 看看当地的商业的菜场和超市 跟我们的建筑的区别 功能的区别 重点商品的区别 营销广告的区别 交两个当地朋友 加点微信 加不到微信 就加点WhatsApp 加点LINE 互通有无 我觉得说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的 最好能去下别人家里 去下别人家里做客 当然我也是为了更加了解当地 因为你光去看马路上的车 不了解当地人 其实最终你很难看透它 如果你看透了当地人 你会更加发现中国车在那边 想要一桶江湖 立刻取代丰田本田 这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这种说法的人都不了解人 或者说他们把自己当做了全世界 但全世界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集体主义的国家 人家那边是分散的国家 文化宗教各方面都不一样 然后那边人本身就讲多元性 消费者就讲多元性 我们的车就跟我们的文化一样 大家有没有觉得 10万的中国电车和15万的中国电车 和同样10万和15万的中国电车 很多时候都是差不多的 是的 然后你拿着完全一样的东西过去 你怎么着就能保证你一定就行 这事是完全不一定的 对 这里也帮依然打个广告 我看你是马上要在8月底 去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 也想找当地的朋友帮忙一起的拍摄 然后一起聊聊 对吧 对 我们想找个当地的Max 再谈点感情 交流一下思想 对 反正如果有我们的听众在澳大利亚 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联系依然 还有墨尔本 还有洛杉矶 还有都林 还有木尼黑 这是我接下来几站的行程 这是一趟连续的旅程 你这是开Boutique Shop的这几个城市 就是把这个工作融入到玩当中 玩是最好的生产力 对 我们也很期待之后依然马上要拍的纪录片 对吧 我看你现在搞得跟这些车评很不一样 很有自己的特色 这就是差异化 我觉得 还有就是对外叫差异化 对内就是顺从自己的喜爱 因为就像上次在米兰 见广区设计院的院长张帆 他就讲 他觉得最终中国车要走出去 我问他靠什么 在设计上 他说是靠爱 有些网友就嘲笑他说的话 说得很无聊 但我是能理解这个意思的 因为工作越久 生活越久 我越发现爱和兴趣是永恒的能量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事情 我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其实不喜欢 喜不喜欢 你15岁的时候看隔壁有一漂亮姑娘 你要不要扑上去勾搭一下 或者没事骚扰一下 故意的碰撞一下别人 你的驱动力是啥 你不就是喜欢 对吧 这个是成年人 年纪大了以后得了个病 就把这事给忘了 天天看着兜里那些钞票 还有这些公民立路的东西 实际上偏离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最大的能动力 你最大的能动力都有了 你又愿意忠实于这个事情 你事怎么会干不好 你事干得好 有些回报物质 公民立路自然多多少少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 如果那都降临不了 那是属于点倍不能怪社会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差异化和更大的是我自己的这种兴趣 顺着这个方式走 我觉得就挺好 赢得一些我能够赢得的 做到我能做到的 干嘛每个人都要去跟陈振亲针呢 对感觉依然去完了泰国文科大学 看完女生找回了青春的那种感觉 那倒也不是 这还是因为今天不小心刚喝完一瓶青岛啤酒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 欢迎跟我们评论留言 顺便点个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